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02集 开启丹丰二 与此同时,在这广场之下的密室内,李穆宛炼制的丹顶之上的七龙也随之感应,发出阵阵乌叶之声 李穆宛深吸口气,立刻咬破指尖,双手掐印,连连以鲜血化作七个符号,分别落在七龙之上 紧接着,那七条铸造的黑龙仿佛活了一般,咆哮着从丹顶之上飞起 在密室半空相互盘绕飞腾 很快,七条黑龙纷纷化作丹顶虚眼 其中六顶呈圆形飘在半空 中间一顶缓缓下沉 与李穆宛制作的丹顶融为一体 王林目光闪动,他二话不说,右手在身前一挥 顿时打出一道残影之拳落在地上 紧接着,他双手掐绝,一喝倒 本尊,谢! 无声无息间,挑着一头白发 眉间印着紫色星点的王林本尊 冷峻地从地面上的残影之拳内出现了 他一现身,这密室之内顿时如三寒之冬 瞬间冰冷起来 即便是半空中七条黑龙化作的丹顶虚眼 也不由自主地模糊 李穆宛睁睁地望着王林的本尊 双眼露出追忆之色 但很快便闪烁明亮的光芒 在他看来,这才是让他等待了二百年的深夜 分身与这本尊相比,实在是逊色太多太多 本尊出现后,目光冰冷,向前走去 在临近密室中心的丹顶之时 他侧头看了李穆宛一眼 李穆宛被这冰冷的目光看得心底一寒 这目光他太熟悉了 从二百年前刚刚遇到他的时候 对方就一直拥有这种目光 现在二百年过去 对方目光中的含义抵制当年更甚 李穆宛深吸口气 连忙双手掐掘 操控之下 单顶之盖 慢慢向旁边移动开 王林本尊没有任何犹豫 身子一愈而起 潘息坐在了单顶之内 紧接着当盖和尚 此时啊 在密室之上的广场内 欧阳子双手伸开 口中喃喃自语 少许之后 他墓内幽光闪烁 盯着中间之竹顶 漠然间那竹顶之上 散发出浓郁的青烟 这青烟飘散间 化作一只青色大手 横向扑展开来 欧阳子深吸口气 拿出一个储物袋 向下一道 顿时无数西式之天才地宝 纷纷落下 融入到那大手之上 随后那大手一握 立刻再次化作青烟 回到了丹顶之内 欧阳子目光闪烁 大喝道 几丹 手计四品要血丹 此话一落 顿时地面上六人中的一个 上前几步 一拍楚带 从旗内飞出一个白玉瓶 他捏碎瓶口风浪 来到一个丹顶之旁 小心翼翼的从旗内 倒出一枚血红色丹药 这丹药一现了 顿时四周弥漫 阵阵血腥之气 此人面色有些苍白 拿着此丹的右手微微颤抖 但仍然咬牙将这妖血丹 扔进了外围六个丹顶 其中一个之内 这丹药一入丹顶 顿时那顶内传出阵阵 仿若咆哮之声 紧接着 一道血色红光 从的丹顶内 漠然冒出 形成一道几乎通天的血色柱子 同样的一幕 在广场之下的密室内 也在进行 只见其中一条黑龙 化作的丹顶 漠然闪烁鸿芒 紧接着 从其内冲出一道红柱 除了大小之外 与广场之上的那通天血柱 一模一样 王林目光闪动 看着眼前的一幕 沉声问道 这是何种炼丹之术 李木丸眼中露出 颇为敬重之色 惊声道 此乃欧阳子自创的忌丹炼术 简单来说 就是以数种四品灵丹祭炼 从而得到一枚五品灵丹 这种方法的成功率 虽说不是很高 但笔制正常炼制 要高出不少 此时啊 广场之上 欧阳子目光闪动 再次喝道 四季 四品罗灵丹 地面上又有一人 来到一丹顶之旁 从储物袋内 珍重地拿出一枚 通体碧蓝的丹药 小心地放置在丹顶之内 顿时啊 一道蓝色光柱 出现在丹顶之中 接下来 欧阳子不惜血本 连续祭出了四粒四品丹药 只见六道不同颜色的光柱 从六个丹顶之内 一一出现 这一幕 即便是在云天山脉之外 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欧阳子心底颇为紧张 他盯着最中间的丹炉 口中喃喃自语道 一定要成 一定要成 如果这次成功 老夫手中就有了三粒五品丹药 再把宗内剩余的三粒拿来 就可以凑成六粒 到那时 老夫以五品丹药计献 就能一次拼一把 尝试炼制六品丹药了 他的双眼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 紧紧地盯着中间的丹顶 深吸口气后 一咬牙 大喝道 耳等六人 祭炼开始 那六个炼丹师啊 脸上纷纷露出激动之色 若这次炼丹成功 那么他们六人呢 就是五品丹药的见证者 这种荣耀 是一个炼丹师一生的追求 他们六人身子一一跃起 分别盘膝飘在成员的六个丹顶之上 整个身子融入在那六道光柱之中 他双手掐绝 体内灵力连连催动 欧阳子没有半点犹豫 身子慢慢落下 最后盘膝飘在那丹顶上 地目不语 此时此刻 在广场之下的密室内 黑龙化作的丹顶 与广场上一样 纷纷闪烁光芒 呈六种不同颜色的光柱 在这光柱之中 则是那贴着丹丰的丹炉 在这丹炉之下 则是李木碗制作的丹顶 在这丹顶之中 是王林的本尊 本尊尽管身在丹顶内 但却没有吸收丁点灵力 此时全部的准备 是为了打开丹丰 至于吸收灵力 待丹丰打开之后 不迟 李木碗神情凝重 他双手迅速变化发觉 分别落在六道光柱之中 紧接着 六道光柱上 各自飘散出 无数的细丝 这些细丝 慢慢延伸 最终全部凝集在 贴着丹丰的丹炉之上 一丝丝四品灵丹 寄陷而得到的灵力 被李木碗以这种方法 偷偷地取来应用 这就解决了打开丹丰 必须要在灵气极其充裕的无根之地 实际上 李木碗得到的打开丹丰之法 只有两个要求 所谓地力 就是需要找到 不但灵气充足 而且还要无根之地 这一点 欧阳子已经帮其解决了 现在就是等待时间解除丹丰 除了地力之外 第二个要求是天时 所谓天时必须是找到当初贴下丹丰的时间 只有在相同的时间打开丹丰 才符合天时的要求 这时间差距越小 毁坏其丹的几率就越小 反之 若是差距太大 那么丹药定然会有所损坏 这一切在李木碗的诉说中 王林已经心知肚明 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 当初此炉贴下丹丰的时间 到底是何时 李木碗查找了大量的点击 最终得出一个时间 那就是阴时阴克 所谓阴时啊 就是子时 所谓阴克就是三刻 如此一来 时间就是子时三刻 这是一个最佳的炼丹和丰丹的时间 要知道 无论是炼丹丰丹 都是挑选阴阳分离之事 当然了 这种炼丹的讲究 一般都是在炼制特别珍贵之丹药时 才会选择 若是寻常的丹药 则没有任何区分 只不过这种猜测 并不是十分准确 实际上 倒是有一些炼丹师 为了防止有人把丹丰之炉偷走 特意在时间上进行了变动 如此一来啊 对方即便拿到丹炉 若无准确的时间 最终也无法得到旗内的丹药 李木万得到的方法 在解决这一问题上 是以强大的灵力冲击 以稍微降低丹药的品质 来催动丹炉 从而使得丹风脱落 这样一来 只要时间相差的不是太多 就可以稳稳地打开丹 旗内丹药的损坏程度 比之正常途径打开 也会减少很多 只不过若是时间相差太大 那么依然还是会使得丹药 沦为废丹 因为有着丹顶的存在 所以欧阳子这次的炼丹 成功率不高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会施展血迹 在施展血迹后 灵力又会是一个高峰 那时就是冲击着丹炉之客 李木暗神态凝重 低声对王林说道 时间慢慢流逝 此时广场之上 欧阳子睁开双眼 他能明显感觉到 四周忌丹营造出的灵力 不知为何呀 正在飞快地减少 如此一来 根本就不足以完成 无品灵丹的炼制 这种事情 他是第一次遇到 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 此时炼丹正处关键时刻 他无暇踏过 目中寒芒一闪 低喝道 邪迹 四周六道光柱内的炼丹师 一个个均都是面色微变 但很快 他们便目中露出坚定之色 没有任何犹豫地 纷纷引爆自己的内单 在一连串烹烹声中 一片片的血雾 顿时弥漫整个广场 与此同时 狂乱的灵力 疯狂地在四周咆哮 整个广场的灵力 漠然间达到了一个高度 欧阳子目光一闪 双手立刻虚空掐印 坐下丹炉 如同是一个漩涡板 疯狂地吸收四周所有的灵力 此时 那六道光柱也漠然一动 全部向着正中的丹顶涌来 欧阳子深情更加凝重 此时不容出现半点差错 成败再此一举 他之前已经失败了很多次 这一次能否成功 他心里没有底 在这一刻 地下密室内 李木碗右手一点眉心 顿时口中喷出一缕丹血 这血液落在半空中的六个丹顶之上 顿时 所有的丹顶漠然一阵 旗内散发的光柱立刻溃散 化作点点五颜六色的星芒 疯狂地向着丹炉涌去 丹炉上闪烁七彩之芒 旗上的丹风黄指 在这汹涌灵力涌现的瞬间 慢慢地自下卷动 最终彻底卷成一卷 缓缓地从丹炉上脱落而下 与此同时 那丹炉之内散发一股如同天威般的灵压 丹炉轰得一下破碎了 一颗桂圆大小的青色丹药出现了 但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碎裂声自青丹之上传出 只见一道道裂缝 瞬间在旗上出现 七品灵丹 李木丸猛地睁大双眼 尽管心中有些准备 但他仍然忍不住 尸声惊呼道 不对 若是七品灵丹出炉 会有异象出现 可现在 为什么没有任何异象 李木丸盯着那灵丹 目不转睛地喃喃自语道 王林右手隔空一抓 顿时那灵丹一动 向他手中飞来 以两指夹住此丹 王林凝神看了一眼 此丹色泽为轻 其表面珠网般裂痕那样 散发出阵阵灵危 整个密室在这一刻 灵力难以想象的浓密起来 这是七品灵丹 王林望着李木丸说道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